马兰头绝对是这个季节不容错过的美食 我最喜欢的做法就是用它和松仁香肝一起凉拌 这里是20克的松仁倒进干净无油的锅中 用中火炒至两面微微有些焦黄 炒过的松仁会更加的香甜 不用洗锅倒入适量的冷水 然后放入三块香肝 用大火煮至水沸腾 就把香肝捞出备用 还是这锅水加入一大勺的食用油和一小勺的盐 然后加入300克已经窄洗干净了的马兰头 大火汆烫30秒 就把它们捞出浸泡在冷水中 因为是凉拌菜所以要把它们挤干水分 香肝像我这样拦腰切成两半 然后先切条 再切成小小小小的丁 放在一个大碗中 马兰头也是同样把它们切碎 加入松仁再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的调味料 只要把它们混合拌匀 再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摆个盘 就可以上桌了 在我看来 马兰头和香肝是一个固定搭配 然后每当吃到松仁的时候 绝对是口感上的一个升华 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可以买到马兰头的话 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季节才特有的美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